好 接下來我們繼續走 走到我們那個智慧都講完了嘛 就是這樣考一考完了 接下來我們繼續走這個 英文第三 測 三米版的17課 所以請各位同學搬到166頁 我們開始走課文 好不好 請看我們在講什麼呢 你看標題在這裡喔 課本搬到166頁 標題在這裡 這個字喔應該是希臘的字啦 怎樣講裡面 the day 我們如果 如果就是很激的 它這裡就加雙引號 加拜引號 這可能是在這邊喔 顧名思義 這個字一個專用名詞 專用名詞聚首要大寫 就像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這個東西 名字也是大寫 像我們之前上課學到一些像 講為水太大寫 有沒有 它就變專用名詞 專用名詞前面不用加冠詞 也就是the 都不用 所以各位同學 我們先複習一下 你有沒有聽過什麼 嗯 嗯 啊 的 什麼什麼 Monday 沒有聽過這種說法嘛 對不對 its on Monday 對不對 對齁 所以這個 幾個概念要先有 再來 那這個就是希臘婦女節 然後它這裡說 女人當家做主的日子 很有意思喔 我們第一個 先來看178頁 你們這個字要不會念 欸 我們來看看 複習一下音標 看你會不會念好 我們來翻到178頁 欸 我們來看看我們翻英文最好的 來 看178頁 有workstore recognition 對不對 來去看 看這音標你會不會念啊 複帶 你會不會念 念念看 看KK音標 你以前學KK音標還是那種 那個叫自然發音 都有 都沒有學過KK音標 也沒有學過自然發音 有學一點點 學一點點 兩種都有學 那你自然發音是看到 直接會自然發音嘛 那你可以給你表一下看 你會怎麼念 你會怎麼念 念 會不會KKK 會不會KK 會一點喔 G這個嘛 A-I-I G-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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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去學自然發音了 那現在變成國中端就可能有缺失這一塊 那你們高中生你自己要慢慢追起來 你自己要慢慢追起來 你自己去學自然發音了 那現在變成國中端就可能有缺失這一塊 那你們高中生你自己要慢慢追起來 來 好 你看後面這個字的英文叫做 希臘婦女節 A separation of women in Greece Greese就是希臘 January 8 在1月8號 When Typical Gender Rules R Switch Typical Gender Rule 就是傳統的性別 反制R Switch 就是交換 所以看來這一天男女們會互相交換 好 Greese 我們先會念 所以我們接下來講這一課 你才知道希臘婦女節在講什麼 好 來 那我們接下來辦到課本 來直接 好不好 多說來到課本 第166頁 來 直接 直接來當閱讀 來當閱讀 How would you feel 沒有 沒有 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How would you feel If 你會怎麼 什麼樣的感覺呢 你會覺得如何呢 逼個破題 How would you feel If 如果 如果你怎麼樣 假設一句後面都 注重詞 都很多句式 什麼是注重詞 B動詞 Word 對不對 If you were asked to take on the traditional role of Traditional是傳統的 Role是角色 對不對 不知道字下要告訴你喔 你 You were asked to 你被要求 Ask to 做什麼事 就是 Take on Take on 就是 扮演 這個要知道一下 Take on Take就是拿 對不對 拿 拿 拿一個角色 對不對 後面是Role 角色 你要拿一個角色 拿什麼角色 Take on the traditional role 什麼樣的角色呢 開始講了 下面的字你要知道 The opposite sex Opposite 叫做相對的 相反的 Sex 叫做性別 所以這裡的意思 The opposite sex 就是異性 如果你本身是男生 你就交換性別變女生 女生就變男生 這樣知道嗎 啊 For one day 扮演這一天 哪一天 看來就是我們今天的 Gayna Christian 這個希臘婦女節 這樣 知道喔 整個翻譯是這樣的 如果你們要求 在某一天 For one day 扮演異性的傳統角色 對不對 你會覺得怎麼樣呢 你會覺得如何呢 這樣第一句話 看懂囉 好 接下來我們看第二句話 This happens 這個發生在 Happens 發生 In Northern Northern 就是在北方的 不知道寫起來 北方的 大家說英文 空中美語 你們常常聽 有沒有 最近國中生也在教這個字啊 乍說 都有 Modern 北方的 Greece 這是希臘 所以就是希臘北部 對不對 發生在希臘北部 each year 每一年 each 每一 單數 所以後面的year 要不要加s 不要 對不對 這個時候我都會這樣講 可是我們改譯的作文 怎麼會加s啊 這就很奇怪囉 各位 高二的同學 你要自己 還懂得 單數 復數的一些細節 好不好 好 January 在 1月8號 在某一天 都是用up 你會不會覺得很好奇 為什麼在某一天 用up啊 不用in啊 不用at啊 有沒有好奇 有沒有問過這問題 有沒有解答給我 沒有啊 我告訴你 欸 你們一定知道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calendar calendar有星期日嘛 1啊 2啊 到6啊 然後上面不是有日期 對不對 那一般我們外國人就這樣啊 他們判斷就是這樣說 欸 我要在某一天做某件事 他們就拿一支筆啊 他的marker啊 欸 on sunday 我要做什麼事 他們就會在這個筆 拿這個筆 在這個月曆上面做記號 所以用up 對不對 所以在某一天都會用up on the weekend 然後我禮拜六日要去哪裡玩 他就圈起來 所以會up on the weekend 對不對 這個基本的概念要有 如果你不會問 你要去想 想 你經常都問我 我把我經驗告訴你 我把我的經驗告訴你 外國人是怎麼想 用up 所以這就解答你的問題了 好吧 你繼續問 讀書不要太死 他會問 this happens in northern Greece 在希臘北方 al 用up 有的同學會選in 我用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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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不知道怎麼講 但是希望我這樣講的時候 你會選對這些詞 來動號 the day 這一天怎麼樣 When the festival Festival叫做一個慶典 節慶 叫Festival 我們中秋節叫做 Moon Middle Autumn Festival 有沒有 中秋節 Middle Autumn Festival 中秋節 Festival就是節慶 cord 被叫做 被叫做 翻過來 被叫做 Gainappreciate 有沒有 哇這個字 專門詞 念起來 很有沒有那種 希臘風 Gainappreciate 有沒有 希臘風 世間末日的時候 據聖經說 希臘這邊會分裂 然後會產生一個敵基督的假神 那時候世間末日就要來了 會有七年的大災難 預告 各位心裡有準備 會有不同的災難來到世界上 到時候會有一個假的人 假神 他會在耶路撒冷 也就是以色列 在那個地方會稱帽 大家就會炒拜 到時候 據聖經 已經百分之九十九都已經實現了吧 他說 最後 我們人類 會被要求在額頭這邊植入一個記號 然後呢 你買賣東西都要透過額頭這個記號 才可以買賣 那這時候呢 就會有的人要選擇 做一個記號 有的人不做記號 那聖經告訴我們 不要做記號 你做記號你就被控制 不知道 這個是那個聖經講的 我已經說九十九已經實現了 現在大家都在等到百分之一啊 世界末日會怎麼樣 有人說那個做記號 就是植入AI晶片 聽說未來會有一種技術喔 老師 我不想學英文了 你們可不可以直接植入一個晶片 讓我變成英文專家 我未來就可以 晶片植入在這裡 連接你的老師 你 哇 你就變成行走的Walking Psychopedia 或者是Walking Google Translator 這個晶片就在這邊 他晶片植入好啊 很好 因為他可以改換成式對不對 說中央啊 今天我要把乳蛋變成 運動健將 運動健將 後端控制 你是運動健將 乳蛋就知道運動健將的一些術語了 三鎮 什麼街殺 街發球 什麼 他術門都知道喔 從後台就可以控制喔 然後接下來這個晶片也可以做很多事嘛 對不對 我今天進入一個地方 他可以追蹤你的位置 然後我去買賣東西 直接掃晶片 我進去拿東西就走了 他直接從你銀行後端扣款 現在已經大概有這樣了 聖經就在講 有一個這個東西會發生 那他就勸勸我們 千萬不要去做這件事 如果我活得到那個時候 如果世界摸人很快來 我就會跟我的家人說 千萬不要去做這個晶片 可能一開始有很好啊 免費啊 促銷 但是這個後來可能會做一件事情 控制你的心思意念 我要你變成上司 你要去殺他 乳蛋就哭 我要殺你 這可是千真萬確 這可以發生喔 對不對 這是可以發生的 只是你不知道人類技術可以到哪裡 就像老師跟你說 現在iPhone是不是16 其實iPhone16 早在五六年前早就有了 聽得懂嗎 iPhone公司早就把技術發展好了 只是每一年要慢慢的推 聽得懂嗎 只是我工程師告訴我的 對不對 那他們現在已經在發展iPhone27了 只是要每一年要慢慢的推 慢慢的推讓你們去換 對不對 就換新這樣子 對 像我的那個阿姨就喜歡追最新的 每次有最新的 她一定去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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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迫使了她就要換換換 所以每一年大概就是三萬 四萬五萬就這樣換有沒有 就換新這樣 或者是直接掉本 這個其實是商人的一個很棒的一個行銷做法喔 所以她讓這些果粉很有黏著性 對不對 那九個九十年輕人就身上存不了錢啊 對不對 會存不了錢嗎 因為我賺的錢都用來換這些東西嘛 電腦也要換嘛 對不對 這是很聰明的商人商業模式 要講到這裡 好 take place 叫做發生 自己畫起來 take place 在這個 後面 take place 叫發生 place 地方 佔據一個地方 表示這個件事情 千真萬確有發生過 就像我講鬼故事 take place 千真萬確發生過 人事實地物都跟你講清楚 對不對 像上次我說那個在大灣那件事情 千真萬確 人事實地物 有機會還可以帶你去看 是哪一個房子呢 對不對 那個 五居雲區 千真萬確 都take place 曾經發生過 人事實地物 有佔據那個地方有發生 take place 叫發生 所以第二句話是在說什麼呢 第二句話就是說 這個 看一下 第二句話 This happens OK 這個 這每一年 1月8號 會發生在這個 希臘北部 的這件事情 這一天會舉辦 一個名為 Gainakushia 的一個節慶 舉辦 會這個節慶 幫我們請問子 一定要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看第三句話 來繼續往下看喔 有問題隨時舉手問 我這樣帶著你看 你比較不會覺得很乾燥 膚色 對不對 你這樣很快的 兩位書聽完 你就知道這個故事在說什麼 對不對 身邊補充一些我知道的事情 分享一些我 你們不知道的事情 OK It is hell It is hell Hell的叫做舉辦 這是被動的 被動與態 hold hold 過去是 這叫舉辦 這件事被舉辦 to praise 去什麼 praise叫做讚揚 稱讚 praise 對不對 去教會 praise the lord 讚美上帝 對不對 praise 叫讚揚讚美 你們表現好 學校就會讚揚讚美 對不對 我現在找個片 等一下有人來我會叫你們喔 好不好 我來我數一下啦 這很真實的教育現場 倒帶倒一半 是不是有沒有倒一半 有 對不對 沒關係啊 等一下有人去拿叫醒你們 OK Ithale the praise woman 去讚揚女性 對不對 on the basis on the basis 什麼 繼續往下頭 of the heart work on the basis of自己化現 為什麼要讚揚女性 根據什麼 就是on the basis of 根據 進行結上去嗎 根據什麼 無功不受入嘛 Base是當作一個 基準點 對不對 Base 所以on the basis of 什麼 their hard work 他們辛勞的工作 這樣知道嗎 所以on the basis 就是根據 的意思 所以 這個節慶被舉辦 Held 來讚揚女性的辛勞 對不對 我們舉辦這個節慶 是用來讚揚 Base How work 辛勞 How work 辛勞 畫起來 不一定是很工作 辛勞 不總是比較 不可屬於的東西 Untangible 好 繼續往下走 B4句 N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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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為人所知 非常著名 大家都知道 被動語態 None 什麼東西 被大家所知道的什麼 他用雙引號 如果 我們 這叫什麼 女性當家 如果 叫做統治 對不對 對不對 The rule of woman 我們就是女性嘛 就叫做女性當家 對不對 有個電影叫小鬼當家 有沒有看過 一個小鬼頭 然後 童心一下長大 童心 小屎 聊聊大 未必加 早上也出現一些不好的一些 封面新聞 對 小鬼當家 有機會去看一個老電影 女性當家 The rule of woman 女性當家 好 所以到這裡 This Festival 怎麼樣 Honor Festival就是這個節慶 這個慶祝日 Honor Honor 就是 這個 這個 表揚 對不對 表揚 讚揚 誒 致敬 也是Honor 對不對 像最近 那個 我們打棒球不是得冠軍嗎 大家不是在那裡 遊行嗎 對不對 總統造劍 有兩個 台灣隊長還有另外一個是武手 是不是 他們用來Honor他們 向他們致敬 進來用那個 箭的那個 能叫什麼 箭門 是不是 大 歡迎這些 世界冠軍的棒球選手 好 繼續 Honor Women Honor By 靠著什麼來Honor他們 靠著什麼向他們致敬 請看 By Reversing Reversing 就是交換 轉換 寫上去 Reversing 有沒有看過那個 我最近在一個地方看到reverse這個字 就是學校的護備機 正常護備機是往前走 你再按一個鈕reverse 它就往後退 為什麼機器要設計這個 因為往前走的時候 護備有可能會 殘 交 年 住 年 失敗 按個reverse 就會倒帶 就往後退 我最近在那個學校的教課 看到這個reverse 你們平常看到有什麼英文單字 你們要想 這當然會看到 如果是影片剪輯師 他會有控制台 他會按一個reverse 回過頭來再重新剪輯 或者是調音師配音師等等的 會有一個reverse 手機 這邊 廁所 廁所 幾號 四六 四六 手機 你們有時候會有錄影 錄影多了 你看看有沒有一個reverse 好不好 reverse的 traditional rules 改換對換傳統的角色 traditional 傳統的 rules 就是角色 哦 轉換角色 那 補充說明這個轉換角色是怎麼樣 the man and the woman 就是這些男性跟女性 平常扮演的傳統角色 所以這句話 你們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這重新來囉 這個節日 我整個再一次 你這樣中文看一下 這個節日 以女性當家日為大家廣為所知 對不對 然後透過男女傳統角色的互換 然後來向這些女性致敬 Honor 這樣翻就可能比較順 這樣OK 好 好第四句講完囉 再來 我們看第五句 On this day 在這一天 對不對 他是用啊 我這樣解釋月曆了 就要知道 用啊 On this day 怎麼樣 Women 女性 女性會put aside 女性會put aside put aside 就是什麼 放 叫put aside 放旁邊 put aside 放旁邊 放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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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放一邊 all of their chorus and spend their time socializing in confetti 哇 什麼什麼放一邊 chorus就是家務 家務 先講 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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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那個 家務 household works 放一邊 put aside and spend 花他們的時間 花時間 花時間叫spend 廁所 幾號 八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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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花那個時間 socializing socializing in cafe 咖啡應該大家都知道 叫做咖啡店 對不對 沒有咖啡店 咖啡上面還有一撇呢 對不對 因為這是外來字 外國人應該是法文吧 應該是法文 法文常常 我們一字母上歸了一撇 咖啡 socializing socializing 我們叫social 搞social對不對 就是社交 社交 所以在這一天會怎麼樣 女生會放下他們的所有的家務 然後把他們的時間去咖啡店 都花在那邊做社交 哇 下午茶 好爽啊 對不對 女生最喜歡這樣啊 沒有壓力啊 師母也是這樣 對不對 meanwhile 同時 meanwhile 和同時 下一句 第六句 meanwhile 同時怎麼樣 man 反過來說我們男生要做什麼 man must stay at home 男生必須在家 stay at home and do housework 做家庭的家事 對不對 剛好角色互換 其實我們男生平常有整天都在咖啡店 social嗎 也沒有啊 對不對 只是這一天又來慰勞這些女性 來 交換性別 這美國最近發生 發生這一次很久 現在大家在講這個 我順便來一下 現在最近在講那個什麼 那個性貧 有一些人是 transsex 就是中性人 你知道嗎 就是在講那個性別狂譜 你們有沒有學到這一塊 就是說 你外表看起來男生 不代表一百分之百是男生 可是那一家你覺得自己是女生 有沒有這種 有喔 現在有一群人在講這個喔 最近美國 前陣子美國發生到一個大事情 有一個狀態 他說 我是女生 他就去上女生廁所 然後呢 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 就被抓起來了 然後抓起來就說 我們為什麼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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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們跟你講 我是女生喔 你要尊敬 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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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這叫什麼 尊敬我的性別認同 我是女生喔 後來 可是他因為做一些不該做的事嘛 後來就要被移送監獄 可能說我是女生 我要關到女子監獄 這個就引起美國喔 很大的一個爭論喔 我不曉得你怎麼看喔 可能每個人有不同的看法 像我們現在台灣不是會有一些 性別友善廁所 對不對 就是這個運動發展到台灣 也會有這種東西 對 那 基本利益是好的 有的人 覺得我去上這個廁所 會讓他不自在 所以他們就另外設一個性別友善廁所 對 可是有的狀況就會非常over over就是剛才我舉那個例子 就是說我是男生 我不曉得你可不可以接受 如果我們男生在上廁所 突然有一個女生進來 他也站著上廁所 或者他 我不曉得你 或者他 坐著上廁所 你會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那如果女生你們在上廁所 突然有一個男生走進去 我是女生 我不曉得你們會不會感覺到不自在 在美國有一些 爸爸媽媽會覺得這個很奇怪 就會去跟學校阿哥 我女兒覺得我 我身為兩個女兒爸爸 我覺得如果我女兒去上廁所 結果蓬佩奧男生在看 然後他說他是男 他是女生 我會覺得怪怪的 我會覺得怪怪的 我可能會defend一下 對 我不曉得 這個可以討論 這可以討論 好 接下來 他說 另外 the man must stay home and do the housework 還必須在家裡 怎麼樣 做這些家事 那這樣第一段就講完了 對不對 看得懂 各位同學 你們學英文 不要覺得很枯燥 你就把他故事書看 慢慢這樣去看 他在講什麼 他在講什麼故事 這樣就比較有感覺 好吧 好 那接下來你們看第二段 他說 Greek men 在希臘的這些男人 have 有什麼 have 比較有 different attitudes 這些希臘男人 好像有不一樣的態度 對這件事可能有不一樣態度 about about就是關於這件事 about 關於 doing the course on this day course 剛才說過了就是家務 對不對 所以看起來希臘男生 對於做 doing the course 在這一天有不同的看法 沒有錯啊 任何的事情都有兩面 你不可能讓全部的人都高興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就像 爸爸媽媽希望你來學校上課不要睡覺 對不對 就是 可是還是有人睡覺 因為 但是我又 學校要求我一定要去要求 但要求之下就會有人不高興 對不對 然後為什麼想睡覺 有很多原因啊 對不對 可能昨天晚上熬夜打電動遊戲機啊 對不對 玩電視遊樂器啊 昨天我在算成績 我算到12點 還有我 我知道我的親戚還在打線上遊戲 對 因為我就看訊息 我就知道他掛在那邊了 對不對 我就知道年輕人就會 那我不曉得他 我知道他生活作息根本我們都顛倒 他過的是美國時間啊 美國現在是晚上 他就在睡覺 我們晚上美國是白天 他就這樣起來打遊戲啊 我覺得日夜顛倒身體有點不太好 好 Green men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about doing the forest on this day 所以看起來 希臘男生對於這一天啊 要做這個家務 有不一樣的態度耶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看看後面棒的話 有什麼一樣不同的態度 或者是觀點 來 請說 Some 有一些 希臘男生 Feel embarrassed 尷尬 來畫起來 embarrassed 尷尬 難為情 embarrassed 尷尷尷尬 為什麼會尷尬 我不曉得 這句話 可能是 這個我東西平常不熟啊 或者是怎麼樣 做起來 覺得很尷尬 再來 Others 其他人 其他男生 Appear 感覺 顯示 叫appear 卻顯得怎麼樣 Relaxed 就很放鬆 Relaxed 放鬆 其容詞 所以有一些人覺得很尷尬 其他人呢 看起來很輕鬆 對不對 覺得做這個沒什麼嘛 Appear 看起來很輕鬆 Relaxed 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younger generation 就是比較年輕的世代 generation 叫世代 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re open-minded open-minded 就是思想開放 mind 思想 open 就是開放 open 開放 所以年輕世代 年輕人比較能夠接受 年輕世代 思想開放 當然是這個意思 接下來 下一句 one of the men 其中有一個男人 怎麼樣 who feels embarrassed about participating 是 Nikos 開始就帶到 其中有一個主人翁 主角 叫Nikos 對不對 他感覺到有點尷尬 來參與 participating 參與這件事情 也就是我們的希臘 希臘什麼婦女節 他們這一天要做家務 他覺得尷尬 男主角就叫Nikos 好啦 我們可能接下來 就會訪問 Nikos的一些說法 想法 來 Nikos怎麼說 第七句 他說 He believes 他相信 on the other days of the year 他相信 他自認為 在這一年的其他日子 其他日子就是說 希臘節不是1月8號嗎 他自認為 在1月8號的其他日子裡面 他怎麼樣呢 He is the beautiful winner of the household 他覺得 他自己 他的重點是說 他自己是賺錢養家的人 所以他說 He is the beautiful winner of the household So sweeping the floor and doing other chores on his job 對啊 對啊 這沒辦法 可能在那個地方 男生賺的收入比較多 對不對 所以他 我們男生也很辛苦啊 要努力工作 家裡才會有收入 對不對 所以就是這個意思 欸 1月2位呢 我們來放到後面 看看有沒有 來各位 你把它翻過來 178頁 養家湖口的人 這裡有 beer winner 有沒有 養家湖口的人 英文翻譯 the person who earned the money 就是 for his or her family 養家湖口的人不一定是指男性或女性 也就是這個家庭裡主要收入的來源的那個人 可能是男生有可能是女生 這叫beer winner beer winner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 這個Nicos他認為 他是整個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 對不對 So sweeping 所以這些掃地 Sweeping Sweeping 叫掃 the floor 所以掃地 floor叫掃地 and doing other clothes 做其他家務 並不是他的工作啊 後來有一個短橫線 他就說 Lay a woman's work 他認為這些應該是女性的工作 這是Nicos他的想法 所以看起來 他在這一天是不太想做角色誤化 也可能不太想幫他帶來做這些事吧 或者會不會 我是不知道 會不會在這一天他要穿女生的衣服 戴圍巾 穿圍巾我不知道 這個可能因人而異喔 來繼續往下看 好 講完了 講完他想法了對不對 所以第八句 因此 Thus He is reluctant to help out his wife during the festival 哇 因此 他非常不情願 對不對 在這一天節日的時候 或這一天期間幫助他太太 有一些男生是這樣想的喔 對不對 這就是因人而異喔 他想好像也沒錯啊 平常我已經很累了 還要在這一天 但是如果現在男生 可能也要幫忙一些家務 對不對 所以這裡 He is reluctant to 不情願的 喜不甘情不願 寫上去 He is reluctant to help out 幫忙叫 help out his wife during the festival 所以他在這一天喔 他是非常不情願 來幫他太太做這些事情的 好 開始 所以看起來不情願 還是有做 對不對 雖然不情願 就是因為做了才不情願嘛 不情願心裡有不舒服 我們都低估低估一下 好 接下來第九句 我們看看 他做了什麼事 好 我們講到這裡 好 我們就卡到第八句這邊 下次再繼續接 看看他幫太太做了哪些事 好 下一次 relock 就是 不情願 relock 這個質感 來 背起來喔 心不甘 情願 不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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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願